今天我有个学员问我 他讲杜老师我是做狗粮的 我在天猫里面 在淘宝里做狗粮 然后在微博上不知道怎么营销 那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卖的 我问他的微博名字叫什么 奇迹就发生在这里 最好玩的一个奇迹 他原来的名字是自己的名字 但他卖的是狗粮 不搭 我讲这样子 你把狗粮专家给注册下来 他马上把自己名字 直接改成了狗粮专家 然后名字改完了不到五分钟 竟然有四个人私信他 你是不是卖狗粮的 这就是尽孝 这马上尽孝 而且这个时候尽孝 我对他进了一个提醒 不要回答 因为手应效应 但你回答 不像是一个狗粮专家的时候 结果你起了狗粮专家的名字 可能会丢掉这个客户 先不要回答 回家去整理自己的狗粮专业知识 然后再准确地回答他 我是卖狗粮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一个优秀的在微博 或者贴茅里卖狗粮的 应该怎么做呢 把全世界所有的狗的种类造出来 把全世界所有的 在中国卖的最好的狗的种类造出来 然后这些狗在中国的生活方式 季后条件 饮食习惯 都要把它写成系统的贴子 只要写几百三千个贴子出来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雪人 他的生活方式 他在中国如何适应 他冬天吃什么 他夏天吃什么 然后 布特拉 就拉巴拉多是吧 他怎么生活 他什么习惯 因为这一群狗粮 这一群狗 他的寿终非常多 然后他听就听懂了 而且我当他面说 我说杜子健 如果今天放弃化一传 没开始做狗粮的话 我有能力在天猫一年 做五千万的流水 我要讲理由的 五千万流水 不是讲 我仅仅做个狗粮专家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重新去审视商品 我们到底是卖狗粮 还是卖粮食 还是卖什么 我觉得卖狗粮卖的不是粮食 我要做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是 我要卖一种狗的生活方式 而且这种生活方式 一定是拟人化的狗的生活方式 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灵魂深处 只要是养宠物的人 他已经在自己的内心 把狗已经拟人化了 对吧 我们以为他是狗 但是养狗的那个人 是把狗当人的 这是我儿子 他叫我妈妈 有没有 有没有 你提供这种 你人化以后 我突然发现 一个新的东西出现了 就是如果我肚子间买狗粮 我绝对不卖狗粮 我卖的是一个狗的尊严 我要让狗开始享受人的尊严 那这个时候就要补充一个东西了 狗粮可能在我那是次小品 而我在天猫里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做狗桌子 狗餐具 狗主食 狗的菜 狗的水 甚至于狗的红酒 然后每一个主人在买到这个狗粮的时候 他发现 我终于可以让我的狗和我的人 去享受人严的尊严了 你会买哪一家的 一定买我家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买的不是粮食本身 而是我家的狗比别人的狗是更有尊严的 一个优秀的卖者 卖的不是商品 而是商品的产品化 这个产品化就是 杜子净作为一个卖狗粮的人 我要想象那个狗的主人买到我这一个东西以后 他如何把这个桌子放在他家的哪个环境里面 地下是不是铺地毯 然后我这个狗碗狗筷子和狗勺子 它是怎么个摆放 我都要把它设计出来 然后呢 如果它设计不出来 我就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提供一个模板 告诉他 桌子应该怎么摆 筷子应该怎么摆 主食怎么摆 配菜怎么摆 水怎么摆 和红酒怎么摆 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选择 假如我们卖的商品 只是在强调商品本身 你是一个不优秀的卖东西的人 优秀的卖东西一定是让产品产品化 比如说 我肚子尖是卖衣服的 如果我每天给别人强调 我是卖衣服的 基本上我是卖不掉的 这个时候我需要产品化 我换一下我的身份 我要卖衣服之下的文化 叫好看 我要告诉别人 我是卖好看的 这种好看是定制化的 就是根据你的身材条件和色调结构 我来把你定调子 你能在我这里找到 符合你的产品化的衣服 这句话是大事人的 因为女人很多时候期待 她的生活产品化是被聚焦的 你要告诉她一个被聚焦的理由 你穿上我这一套衣服 在一个公众的环境里 你这样可能是焦点 她会买吗 衣服本身它就是布料 对吧 布料本身的价值就是 变体 遮衣 浴寒 保暖 衣服的文化价值 如果卖衣服的只是强调 我这是一个好看的衣服 我这是一个被裁剪出来的衣服 那就是普通的卖法 你要赋予它一个文化 赋予它一个灵魂 并赋予它一个场景 女人有时候是被场景优打的 像卖手机 当我肚子间手机丢了以后 有一个明确的东西出来 叫我需要一个手机 叫需求产生 需求产生呢 我就要去买 那这个时候 我所有的动机是买手机 因为我有了手机的需求 但是最微妙的细节在那里 当你的脚跨进手机电门的时候 你的需求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了 因为当需求可以无限满足的时候 需求本身在消失 因此需求不再成为你购买的第一导向 就这个时候需求已经不决定购买了 换了一个词 它自动地换了一个词 叫兴趣 兴趣 是兴趣决定你在这个零来满目的手机里面 去挑一件 你喜欢的手机 什么叫你喜欢的手机 你喜欢的手机一定是基于你的兴趣的共鸣点 发生关联 才叫你喜欢对不对 所以我们卖东西的时候 其实要更深的去洞穿消费者购买的心理学 他到底是买手机 还是买个性手机 还是买差异化手机 所以在座的每个人 在定位你的消费市场的时候 一定要借用一下大数据 我的消费群体是谁 他可承受的价位是多少 他的生活方式怎么样 他月均支出度是多少 他年度收入是多少 他的挑剔精神会怎么样 他的包容心如何 这都是我们在座的东西考虑的 把这个考虑清晨了 东西就好卖了 比如说卖袜子的无所谓 扔到一扇四一扇 扔到两扇四众两扇 他挑剔的包容度很低 挑剔和包容 包容也很低 挑剔也很低 因为买袜子一定是一看爱摩三寻架 看我觉得不错 包装也不错 摸出问题了 里面全能含量变高 手一摸以后马上就摸出 他就是这样 棉的含量偏低 那这个价位就上不去 就是摸的体验感出不来 当然如果你在淘宝里面卖的话 就可能可以忽略这个摸的体验感 但在视觉上在拍摄它的时候 一定要 中国的工业拍摄和商业拍摄 要学一个人 学谁呢 学乔布斯 乔布斯的每一款手机出来 我们看到的那个宣传图片 每一真图片的拍摄价是五百万 一张照片 但中国人什么时候这样拍东西 中国人什么时候重视过工业设计和商业设计 中国有真正的商业摄影师 你们知道吧 中国一批优秀的工业摄影师 你们知道吧 听说过吗 我们只知道人像摄影 深圳的朋友到北京来拜访我 他做一个手机叫老年手机 老人手机 专门给老人 送了我父亲某些后 我丈母娘我都送了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淘宝点 他说有 然后我就打开 打开也看大叔说 他所有的照片是用美图修修做的 怎么卖 整个的照片质感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你能不能请个十万左右的摄影师 价格十万左右摄影师 把你的老人手机去拍 他的超宝感 他的细腻感 他的工业感 他的艺术感 拍出来 放在你的淘宝店铺 那个生意就会起来的 对不对 但是 我刚才跟他开玩笑说 我说淘宝里面有百分之三十四十的都说自己赚不到钱 别人能赚钱 为什么你不能赚钱 不能赚钱都是哪些店 我研究过所有的大部分的不能赚钱的店 只有一个结论 手瓶做得像AV 详前做得像厕所 那个厕所怎么做的呢 第一张普遍看完了以后 你只要往下里一滚 滚到他第二瓶和第三瓶的时候 你就发现 红色的大字和黄色的大字 这个商品正在打折 刚刚优惠 请联系号码多少多少多少 联系小姐是谁是谁 联系先生是谁是谁 哪有这么做影响 这是典型的厕所模式 到天猫淘宝里不能用这种模式 淘宝以后再这样专心就把你开了 因为你进来就死嘛 对不对 你进来就死 就不开了嘛 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店面专修师 把你整体的业面做规划 兴趣是目前商业环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 需求这个词已经没有价值了 需求这个词在什么环境上有价值呢 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 它是有巨大价值的 比如说你要买盐 全中国的盐是被控制的 你有盐的需求你别无选择 你只有需求满足的份 没有需求的兴趣升级份 你想升级到兴趣 我不买这个盐 我要买加点的盐 没有 当物质需求匮乏的时候 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直接通过需求到达购买 因为你们别无选择 也就是这样 当需求别无选择的时候 需求就是市场的力量 当需求可以无限满足的时候 需求将失去市场所有的力量 这个时候决定需求的是兴趣 或者换句话说 这时候决定购买的是兴趣 个体兴趣的研究和群体兴趣的研究是不一样的 老肚子兴趣一般人很难研究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审美情趣的人 但是我可以代表我这一个群体的人 当需求可以社会化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新式 共性 共性叫市场 个性叫用户 我讲了一句话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当你的用户是一个一个的人的时候 它叫用户 当你的用户是一批一批人的时候 它叫市场 所以市场的决定因素不取决于兴趣 而取决于兴趣之善的一个深层次的话题 叫兴趣的共性化 我有这个兴趣 大家都有这个兴趣 比如说在座的男人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共性 这个共性是基于兴趣的 叫我爱美女 没有一个男人否认这样 我不爱美女 这个是一个共性 那共性里面的维度 有兴趣的维度 我在分析好玩的 这个爱美女的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发现市场里面 有一些微妙的东西 可以通过这个去洞察它 中国人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普遍喜欢一种美女 叫优雅型的 穿旗袍的 带于中国传统风味大的这种女性 那是中国第一代人 对美女的一个初级需求 后来发现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 第二代去求出来 她开始过渡到不喜欢中国美女 喜欢日本美女 台湾美女 这到了第二代的美女现场 就是她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里面 是一个柔和 日本人为什么 日本女孩 日本眼睛为什么被我们喜欢 是两个柔和 然后呢 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接近的时候 一批人开始转移到韩国美女 这个清醒是经过 是因为影视文化的结构 时候带来的一个飘移 二零一年年以后 中国人开始重口味了 开始审美偏向南美女性 然后南美女性 她可能距离太远了 就够不着 她就喜欢中国女性 胸大的 腾部大的 她审美在不断地升迁 也就是这样 在贡献之上 她的兴趣是飘移转称的 兴趣可以不断跌旦 需求无需跌旦 所以我们在研究市场的时候 其实要研究的是 四个重要的事 第一 美学 美学要放在市场的第一哲学里面 因为美学是直接跟消费者产生传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你的照片美不美 直接取决于消费者喜欢不喜欢 而喜欢是生成到购买的最重要的一个递进 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购买 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喜欢不喜欢是通过视觉来完成的 所以审美在营销或者是市场里面是第一要求 审美不仅仅是视觉的 比如说卖保险的 我怎么做审美啊 那你要做文化审美 文化审美就是我听起来很舒服 美学从我看的一本书叫观众心理美学这一本书 我把它现在改装成一个新的书 我改装成一个消费心理美学 消费心理美学不仅是视觉的 触觉的 嗅觉的 味觉的 然后还有感觉的 直觉的 这些都是能直接产生美学力量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是社会学 当然社会学的前身是心理学 因为研究心理学的时候 其实是研究个体 一个一个的人的心理状态 研究社会学的时候是研究一批人 一批人的心理学 社会学研究的是共性 这个东西有多少人大概占社会比多少 那个东西有多少人大概占社会比多少 所以要多看看社会学的书 尤其我推荐的一本书叫《无核之作》 它是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那也是我最敬重的大师写出来的作品 第二个是影响力 第三个是引爆点 这三本书一定要买 这三本书都是面对大众群体的 什么叫引爆点 做一个话题出来 然后引爆流行 引爆点是要做峰值期的一个爆炸的 就爆款 爆款必须要学会看引爆点 不看引爆点的人 做爆款就觉得偶然事件 看了引爆点的时候再做爆款 它就是一个必然事件 因为你知道它的逻辑结构 这三个学科看完以后 还要看一个叫穿博学 作为一个企业不容易 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只是闷头在家里做生意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个时代是叫开饭店的时代 叫店老板的时代 反正我开了门吧 反正有客人进门吗 然后吃完了就给钱吗 然后我就走了吧 那叫坐上 就等着别人上门的那种生意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生意了 没有等着别人上门找你的生意 只有你去找到别人的生意 你大量寻找别人 我说我有一个做汽车的 汽车销售的 他说老东我怎么在微博上做汽车营销 因为我在 我也有天猫奇经店 也有京东 也有这个店那个店 我就是找不到我的消费者 找不到我的消费者 那我就问他 你搜索了吧 微博里面有自己的搜索体系 你说我想买车 马上会有大量的人出来的 我要买车 我准备买车 就马上就出来的 就马上就能找到他家 找到他再跟过去啊 你要买什么车啊 我正好是对车方面有研究 我修车修了二十年了 最近比较好的哪一款哪一款不错 如果你在什么价位 你跟我说 我建议你买哪一款车 他买不买 把自己的身份转移到一个另一个身份 叫专业性 把专业性的知识冷知识化 专业性的知识冷知识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在很多人最好玩的地方去了 最强悍的认为我知道 很多事情讲 这个我知道 那个我知道 然后呢 你出床把里面最微妙的知识 最奥妙的知识告诉他 这个时候叫冷知识 突然发现他不知道 当不知道让他震撼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购买 哇 原来这么复杂 比如说我前天转一个贴子 上海一个农业博士发展 他的微博名字叫农业博士 他发了九张图 大家一个健康家庭 不应该摆放的九种植物 然后写出了 每一张图片写了一个理由 我也发现有四张 我家里有 我把他转起来了 我发现这个人很专业 他是一个冷知识 比如说放那个 放那个芦荟 那个 他的这个植物的 呼吸过程 所释放出来的空气 是人类不能试验的 他讲出了科学的道理 然后回家就叫我夫人 把他几盆花给扔掉了 因为以前我以为我知道 家里放几个绿色植物嘛 空气不是更好嘛 结果发现有些植物是不能放的 但是平常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以为家里放些植物 是你知道的 对不对 但突然问你 你家里不能放什么植物 你突然发现我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 我把扔掉的那些呢 花呢 那个位置还要买新的植物进来 然后我就看他的帖子 他又告诉我了 你应该买得住 马上去现场买单